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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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啊 我们这么多好朋友 李宗明好多年 三十二年前 我们这是第二次见面 挺好 我代表《真正明连》发言 就是很简单 中共等于是执政四十九年来 就是我所属属 就是政治运动有五十六次 这五十六次的政治运动 都是人整人 然后就属人头 杀人 现在我们在海外这么多年 当然我代表《真正明连》发言 我们在海外的留学生 像胡平 吴大海 李宗明 他们都是很早以前 就到了国外 等于是参与了这种 投射于推动中国的宪政民主 我觉得因为这些东西 还应该继续发扬光大 我最近在这个Clubhouse 就是新的一个软件 里边就是经常有这种 那个专题演讲 那个徐老师也讲过 我们大海外 都讲得不平 都讲过 但这个阵地挺棒的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 都要抓住这样的机会去宣传 而且我觉得在Clubhouse里边 还有很多是大陆来的 大陆来的不单是 他们是需要的是 一种希望国外的一些东西 但是他们我觉得 这有一大部分人 是真的想了解海外的这些 就是有这些 就是进步思想吧 或者是说 就是对中共看法有认识的 很清楚的人 他们特别想愿意得到 这方面的细心 而且非常愿意跟你们互动 当然他们用的名是网名嘛 但是其实真正的 他们内心里面有一团伙 特别希望你们在座 能发言的人 在海外的人 能多讲一点 如果尤其是对中共的这个 揭露中共 尤其是最近的 其国家都是不断的 就是这些所谓 异议人士受到更严厉的打压 不断的 包括共产党内部的人 人士当中 有发现了任何的异议的声音的话 他们都会给你打入牢狱里边 所以限制他们的自由 我也希望我们这些人 都是发挥自己的能量 尽量能发言 发言 能写文章写文章 我是喜欢爱说话 所以我到处 我对这个 就是克拉伯好 我是挺推荐大家去参与 所以这个 中共的执政 这等于是建党 一百周年 在这个时候 我们也不能让它 好好的过去 我们要折腾折腾他们 谢谢在外 你 这一下 都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